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总逢三十系念大义 尊敬的最同修最厚乏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举办的这个三十系念 最后的一天 再借这个音缘 再一次给大家洗一讲 中风三十系念的内容的开始 我们 我们 学佛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 过去出现在印度 他老人家出现在这个世间 我们作为了 我们作为佛的弟子 一定要清楚 他老人家 为什么要出现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宗教很多了 太多了 特别是在印度 特别是在印度 那个时候是宗教国家 连帝王之家 连帝王之家 对这个宗教 都非常的崇拜 没有一个不信仰的 那既然这么殊胜 释迦牟陀佛 还为什么要出现呢 就是因为 我们世间的宗教 做不到了 做不到了 他老人家才出现 不然的话 他老人家不会这么快出现的 那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为我们表发了 你看那个佛陀 降生的时候 就是出生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一出生 释迦牟尼佛会走路 好厉害嘛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 你要感觉 你要感觉 我们的老师太了不起了 一出生都会走路 而且没有哭 在这个世上 有没有找到一个像这样的 没有 只有佛陀 走 走了几步呢 走了几步 七步 七步 走到第七步的时候 佛陀是怎么做的呢 一所指天 一所指地 那佛陀讲什么呢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这一句话 对一般来讲 这个释迦牟尼佛太霸道了 哪有天上天下为我独尊的 这个我的意思 是一个圆满的意思 不是那个我的 我们这个我的存在 不是 就是圆满的意思 我来到这个世间 是为了做什么 那后面的 前面的六步 是代表什么呢 总共有七步 前面的六步 是代表什么 我们一般佛教 在四月初八 都会做什么 义佛节 义佛节 常常 以七朵菱花为代表 代表什么呢 前面的六步 告诉我们什么 前面的六步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真的是苦 这只六道 三界如火载 只有你还在六道 你是无法脱离的苦 连四圣法界里面 都没办法避免 所以中文国是前面 已经为大家说明 我们念佛的人 虽然烦恼未断 虽然我们还是 反复还没成佛 就算我们 下下品将来 往生西方 这个世界 中文国是告诉我们 你也能够超越 二种生死 四圣法界里面 虽然他 已经超越三界 但是他还是 避免不了 只有你 往生到西方 世界 二种生死 就超越了 那这六道里面 都是代表六道的 那最后的一步 是代表什么 我今天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来帮助一切众生 超越六道 因为宗教讲来讲去 到最后 还是离不靠六道 他们所修的 只是一点福报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上天而已 但是没办法超越六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释迦牟尼佛才出现的 才为我们讲了很多的 这些的佛法 方法 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明白 我们今天 学佛的人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今天来念佛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没有比这个更了不起的 我的使命就是要超越三计 超越六道的 哪有比这个更殊胜的 哪有比这个更伟大的 没有 所以你今天念佛很伟大 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伟大 你要指下这个成当 因为将来你念佛 我将来到西方界的世界 我要去度化众生的 这个是你的使命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生活里面 你要去伤害一个众生 你等于跟阿弥陀佛解恶言了 因为一切众生啊 都是阿弥陀佛都要度的 那我们今天念佛也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叫我们要 广结善缘 因为这些众生将来你要度的 如果跟他解恶言啊 他会能够听你的法呢 不会 不但不会听你的法 将来会来障碍你往生 将来会来障碍你成佛 那你这一下的言啊 他解得太惨了 所以啊 记得 为什么师父啊 在讲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 不该讲的话呢 不要讲太多 明白吗 该讲的 我们啊 尽心尽力 不该讲的 不要讲太多 容易结恶缘 所以我们呢 五量节以来 生生生世世啊 跟这些 因亲在主 没完没了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 以缘不善嘛 就是因为以缘不善 解下来的这些的 因亲在主 到现在没办法解决 你想一想 说 讲一句话 伤人 很容易 你要化解这一句的伤害 那就很难了 你明白吗 现在的人啊 不如以前 以前的人啊 还有点善良 今天如果讲一句话 不小心 一称恨起来 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 所以要小心 所以师父 现在都是这个样的 该讲的时候 一句话 我会尽心尽力 不该讲的话 盖起来 对不对 特别是女生 不是你们啊 外面的了 一句话 一天不讲话 好像很痛苦 一讲话 事情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 学佛 作为佛的弟子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你不是一般人 真的你不是一般人 所以五量寿经啊 告诉我们 今天你能够欢喜接受 今天你能够肯发愿 今天你肯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 坐下来来听经 说明呢 你的福报 你的上恩 就是因为你过去 身中 曾经供养了 无数的诸佛如来 你才会有今天 能够接受这个法门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念佛不能觉悟 既然我们的福报有这么好 上根有这么深厚 为什么我们今天念佛不能成就 不能得力 蒙阿弥陀佛的加持 但是关键不是在对面 关键 你的那个心 不断的被外面的去诱惑 抵不过诱惑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要明白的 知道吗 要怎么样抵过你的诱惑呢 怎么干呢 怎么做呢 看个人的功夫 你能够抵过这个外面的诱惑 将来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 是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自在 非常的幸福 烦恼都是从我们的内心 那个抵不过的诱惑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学佛都是修这个定 在这个定功当中 你不会被外面的境界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你就不会被污染 你是了不起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我们自己 我将来能力有能力成佛 将来我有能力 一定亲近阿弥陀佛 将来我会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心建立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成就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这就鼓励吧 变成吗 一句话没讲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十七年 因为经历最后的 所以把这个讲长一点 我们看中风果师在说 不拘心外 不拘心外 我们在这个三十七年有念到 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他说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从来不在外面 从来不在外面的 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我们的眼前 都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呢 没办法去 感受到 中风果师所讲的内容 所以这个心 不是讲我们的心脏 不是 不拘心外 外这个指的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心 不是指我们的心脏 这个心 最主要的中风果师 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说明什么 是指我们的真心 我们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真心 所以中风果师在三十七年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段 心有多种 对不对 有没有时间为大家说明了 等到留下下一次吧 那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真心 这个真心是什么呢 它很广 但是用简单来讲 让我们明白了 这个真心指的就是你的清净心 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的 就是清净心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在我们这个真心之中 整个虚空法界 都在我们这个真心之中 在我们这个清净心 所以古人常常唱一个比喻 他说像一片云彩 像一片的云彩 在哪里呢 在天空中一样 你看那个天空 整个是蓝色的 突然间看到一片的云彩 是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愣言经里面呢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十方虚空 深入心中 愣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犹如片云 太清理 这个愣言经里面所讲的 就是搞什么 我们的心本来是尊敬的 就是这一个道理 那中风果实 也不是真正为我们讲这一桩事情 真心不仅仅是十方世界都在其中 而且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什么呢 都在当下 他从来不离开我们的 阿弥陀佛从来不离开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从来不离开我们 是我们把它忘掉了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那个电视 你看那个电视的荧幕 所有的节目都是在里面 对不对 你想要看什么样的屏 它就出现 谁者你喜欢的 你喜欢看音乐 它就会出现这些音乐 你喜欢看新闻 新闻会出现在你这个地方 但是 今天你那个心 把西方极乐世界 挑准了 都是对准了 把你那个心 像昨天我给大家分享 过去的 我师父 像我念佛 我念到一种境界什么 看到什么都是阿弥陀佛的 看到人 看到一切物 什么样的在我的眼前 都是阿弥陀佛 因为你那个心 已经融入到阿弥陀佛那边了 所以我为什么才明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一念十念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你的那个怨 确怨 真的 无论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就算今天阿弥陀佛 在我们的面前 就算我们今天 还有很多事情 我还没做完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我这一刻就是跟阿弥陀佛走的 第二呢 你那个心已经融入了 所以你把那个心对准了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就出现了 就是说你那个念 你那个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东西不隔二六十内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今天你的心处处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在当下 所以念佛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在哪里呢 因为今天讲的会比较深度 我们在念佛 我们跟祖师大德 区别最大的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用心 只要你用心 你那个心对准了 如果今天你念佛心善乱 不用心的去念 怎么念那个频道 调不到那个对准 念不到 所以啊 用心很重要 所以不拘于心外 主要性的是讲这个地方 清楚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用心要用对 用心用不对了 怎么念呢 跟阿弥陀佛都不能相应的 所以你看 看大家怎么办 看着办 像昨天有一位居士 我认识他了 认识了好多年了 他常常拿一点钱 一笔钱 放在我的身边 有时候你要自己用也可以 或者 帮他去做一些放生 法宝 反正啊 都是帮他做事的 他问我呢 师父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 你问我这个什么事情 我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问师父 我亲自改给师父好 还是放在师父的户口好呢 你们说呢 你要拿供养给师父 亲自给师父好 还是放在户口好 你们讲啊 用心嘛 真心最主要的 无论放在哪里 都是一样 就算没有见到人 也无所谓 你要放多少 尽量放 所以师父啊 在印尼啊 那个户口啊 我从来不知道 那个户口有多少钱 真的 只是说要想要用到啊 比如说我要想放生 前几天去放生 放了几千块的那个放生 好多那些鱼啊 好可爱耶 真的好可爱啊 长得好漂亮 颜色好一大堆 他们拿那个租一条船啊 好大的船到海 去放 花了几千块耶 全部都是从那个户口出去 有多少就放多少 尽量花 反正出家人嘛 对不对 出家了还需要这个吗 需要 但是呢 我们不像一般人这么执着 以后我们来做 没有许缘 过得很自在耶 但是你给我 我没办法要帮你做啊 所以真的有时候啊 也不得已啊这样接受 没办法 好 所以用心最重要的 好我们看下面 分明指在 目前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最重要的中风果实啊 为我们讲 我们现在跟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虽然我们隔了一层 人 我们现在没有看 没办法有能力 看得到阿弥陀佛 也没有能力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间的庄园 无间的美好 都是好像都在外面 但是我们跟阿弥陀佛 是很亲切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跟我们很亲切 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很亲切的 虽然我们现在还隔了一层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中风果实讲的 在这一句 分明指在目前 虽然我们隔了一层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阿弥陀佛跟我们很亲切 24小时都在等着我们 以他的光明都在照亮我们 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后面的那尊佛 是代表什么呢 黄金币与昼夜长垂 黄金币就是这个表法 就是这样的 黄金币 24小时都是站着在那边 告诉你们 孩子啊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父亲想你啊 意思就是这个简单的说明 所以中风果实呢 在这个地方要我们 要我们什么呢 要常常怎么想呢 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不远 所以你不要感觉很无奈 因为有人常常说 哎呀师父啊 西方极乐世界太遥远了 遥远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经文不是讲了吗 过十万亿佛土 下面是什么呢 有世界明曰极乐 十万亿佛土耶师父啊 这么遥远耶 你想一想 一个佛国土有三千大千世界 你想一想 十万亿佛国土 那这个有多远呢 其实不远 就在你的眼前 就好像隔壁一样 隔壁的什么东西你看不到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当你有这个神通这个能力 你能够看得到 那个是谁 这个他在想什么 很清楚的 有人说师父阿弥陀佛高大 我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吗 有人说师父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能见到阿弥陀佛吗 你看阿弥陀经 佛告诉我们 每一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无数的 好多好多 这么多的众生 我有这个机会 见到阿弥陀佛吗 有这个机会 而且天天能够看得到 我怎么知道呢 观五量受佛经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观五量受佛经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一段经文 释迦牟尼佛说 西方极乐世界 在每一棵树 就是菩提树 树下 在这个每一棵树 这个树下 有一佛二菩萨 这个一佛是谁 阿弥陀佛 二菩萨是谁 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你想一想 一对三 三对一 阿弥陀佛为我们讲经说法 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为我们开导 你哪来不成就的道理啊 你只能占便宜 不会吃亏的 多好 所以中文果实在这个地方叫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在当下 你不用担心 真的 只要你用你的心心念 你就能够感受到 你就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了 只要你那个心中没有忘掉阿弥陀佛 处处都是想阿弥陀佛 如果今天你想的 我的老公回家了没有 我的老婆回了没有 想的这个东西阿弥陀佛也当然不相应 对不对 就没办法 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消失了 没有 只是现在我们把阿弥陀佛忘掉了而已 从来不离开我们 极乐世界也从来不舍弃我们 只是我们把它舍弃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从来不舍弃我们 因为我告诉大家了 阿弥陀佛跟我们一切的众生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啊 而且密切到什么程度 密不可分啊 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你不能伤害众生 你伤害众生等于伤害阿弥陀佛了 因为我们阿弥陀佛跟一切众生 都是关系非常好 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除心性之外啊 没有一法可得 真的啊 这句话 如果你能够根性很利的 你听到这句话 你就开悟了 佛告诉我们啊 除你的心性之外 没有一法可得 就是说我们的心 跟阿弥陀佛的心 本来就是一的 没有分别的 所以中风果施啊 为什么要这样的开示 就是啊 从根本处来为我们说的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明白吗 分明只在目前 听太多 听太深了 听阿弥 听不懂 师父在讲什么 我也没办法 好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施讲什么呢 神如是 神如是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 果然啊 我明白了 原来西方基督世界 有这么厉害啊 原来阿弥陀佛有这么厉害啊 我今天我认识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什么呢 最近南无阿弥陀佛感应 真的不可思议的 我今天终于明白 认识到了 原来西方基督世界 是这样的 原来阿弥陀佛是这样的 我从来对他不怀疑了 我认识到了 一生一役 以及阿弥陀佛 一生不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在三十七年 常常念到 神如是 的意思就是这个 我明白了 但是你听到这句话 神如是 有没有明白 听归听 听不懂 所以没办法 所以中风果施在告诉我们 什么呢 几经众生 几经众等 西念弥陀 三十佛事 指如不舍正修 亲蒙受计一句 如何举扬 这句话太了不起了 太好了 所以我们每次 在做这个三十七年的时候 念到这段新闻 太了不起了 特别的这一段 什么呢 叫做不舍正修 这一句话 太了不起了 中风果施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段经文 最主要的 为我们开示什么呢 中文告示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念佛的人 就是现在 我们现在在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 认识了这个阿弥陀佛 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间的庄园 无间的美好 阿弥陀佛的功德 确实无语言的能够说出来 它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体会到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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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风果施 我刚才讲的 很有意思 中风果施就问我们 问我们念佛的人 问我们什么呢 你有什么心得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送这一部无量搜经 你送这一部阿弥陀佛经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来为我们表达呢 当你在做这个三十信念的时候 在这个三十信念当中 你有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中风果施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反问一下 因为很多这些过去 主师大德特别是禅宗的 就是用这个方法 教学方法来告诉我们 问这个问题 但是有时候 很多问题 我们听不明白 都听不明白 而且很多这些禅师 教学这个方法 很多事情 他讲得很不明说 其实实际上 他讲得太明了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根性 去悟出这个道理 所以禅宗怎么讲 我们也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比如说慧可 慧可问打磨祖师 他说打磨祖师我的心不安啊 我不知道去找哪里找这个心不安的心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你会开悟吗 开悟不了 但是啊 慧可打磨祖师一讲 你的说你的心不安 你把你的心拿来 我帮你安 绝悟了 我们听不明白 所以在过去啊 这个教学当中啊 常常问这个啊 你明白了多少 你体悟了多少 你对这句名号的有多少 如果你还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的话呢 禅宗主是大的 只讲一遍 他不会再重复的 那为什么要讲一遍呢 为什么不再说了呢 目的就是叫我们去领悟 叫我们去感受 叫我们自己去觉悟 去签证 目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每次讲经的时候 常问大家 你听明白了没有 大家点点头 明白了 但问他的时候 一句话也用不到 什么也听不懂 对不对 如果听明白了 你还会起烦恼吗 不会起烦恼了 但是呢 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啊 很慈悲 一二再再而三啊 一遍的一遍的的提醒我们 你觉悟了没有 你觉悟了没有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讲经说法 为什么一生常常讲的四句话 叫我们什么呢 快快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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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听了一万遍 到现在还不悟 所以讲经的人啊 说实在的 做老师啊 叫学生啊 很不容易教耶 真的耶 你以为 现在学生容易教吗 我告诉你啊 你没有收土地还好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 一收土地啊 你的寿命只能五十岁 是不是啊 真的耶 你看我那个师兄 大师兄 他的土地有五十多位了 他现在头发长长啊 就白了 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我们来看三十佛事 三十就是三十系列嘛 总共有三十 这不用再讲了 又特别给大家讲的这个佛事 这两个字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佛事啊 有误解 佛事这两个字啊 是指什么呢 凡是能令一切众生 这一生当中觉悟了 明白了 能够断恶修善 积功雷德 作弥为善 你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你能够任一个众生 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觉悟之事 能利益一切众生 让众生离苦得乐 这个都是称为佛事 你明白吗 但是很可惜 现在很多在这个佛门里面 把这个什么呢 超度法慧啊 像今天我们做三十系列 超度法慧 当做什么呢 当做佛事 对不对 当做佛事啊 其实呢 真正的佛事啊 是讲经说法 以音声为佛事 以教化众生为佛事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唯一的事业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六成 非常的美妙 就是因为这些六成 每一分每一秒 带一切处一切实 都是为我们说法 就是这个道理 三十的佛事 佛事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 听懂吗 所以佛事不是做超度法慧的 那个只是一个方便法 现在把它变成什么呢 一种行业来看待 真的耶 我有遇到一个 她的母亲往生 来到佛堂 师父 你要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 我看到那个佛事 好像很高高而握满的那种 我就跟她讲 你能够有能力多少钱 你今天问我你要多少钱 那你有多少能力 你能够给我多少钱 没关系啊 师父你开口啊 真的啊 我开口啊 你不要后悔哦 你后悔 你都劝师父的 你劝师父你五量节要还给师父的 你一生生生世世你要还债的 因为你一句话 说要小心哦 你劝我你要还债的哦 我会跟她讲 我要你的所有的财产 我还吓呆了 我还要请师父来做一个法会 大概要花多少钱 那哪有这种的事情 今天如果你用你的恭敬心 真诚心来祈求 师父你能不能为我的母亲 来做一个回向 我告诉你 就算你没有给我红包 就没有给我钱啊 不给我吃饭 不给我住 我都也愿意为你母亲回向 走到哪里我就会回向的 而且你用这个心态 哎呀 以为你有很多钱留不起啊 对不对 不要这样 你看现在的人 你到一个店里面去看 我有一次呢 印尼有一个很有钱的 最有钱的就是他 他有一天带他的太太到新加坡 他太太喜欢逛那个名牌的 而且是老顾客 很多人进来就知道他的太太 一进来 哇 这些人拉到里面去 PFE的 哇 喝啊 东西啊 一大堆 他的先生很故意耶 穿了那个破破烂烂的乱七八糟的衣服 鞋子穿得很普通耶 见到门口 那一些的员工一个都不看 一个都不理耶 而且很不礼貌把他赶出去 哎 那个先生很故意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做什么呢 等他的太太出来 他太太一出来 你在那边干什么 你站在那边门口做什么 还不进来 你那个不给我进来啊 那个眼光听到他是他的老板 老顾客的老板 哇 整个人就变了 现在的人很现实耶 真的耶 真的好现实耶 哎呀 真是的 所以啊 真的耶 你要见到场 你没有钱 你也是没办法呀 对不对 但是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不要执着 随眼 所以中文口是在讲 不色正修 哇 这句话太了不起了 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呢 不色正修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你能够修正 或者你能够修成就 念佛得利 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将来你成佛 你修行成佛了 你真的修行成佛了吗 不是的 你看 中文口是讲的 这句话讲的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 你本来就是佛啊 你本来就是佛啊 就算今天我们认为 我修成佛了 那你真的你把你的本来的面目 已经忘了 本来的面目都是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发心来修行 无论在修什么样的法门 你念哪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只是一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把我们已经迷得太久了 在这个生生世世五量节以来 到现在已经迷太久了 把这个已经迷得唤醒过来而已啊 不设正修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你明白吗 今天我们本来就是佛啊 你 你一定要明白 你不要忘掉这一桩事情 真的 今天我们修行只是一个把 一个方法 赶快醒过来 你念阿弥陀佛 我醒过来 我迷得太久 我今天要成阿 我要成佛 我要了生死 我要赶快醒过来 就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今天我们说了 你是修行成佛的 那你把这些花草 桌子 椅子 这些的矿物 你叫他修 他能不能成佛 成不了佛的啊 所以过去禅宗啊 禅宗用一个比喻 叫做什么 摩瓦成静 摩瓦岂能够成静 摩瓦能够成静吗 你说呢 像过去打摩祖师 到了这个中国去弘法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法师 这群法师呢 他们呢 要禅坐 就是三天三夜 不睡觉 不吃饭 不喝水 就是说三天三夜 在那边静坐 打摩祖师也跑进去 一起跟他们一起 但是这个三天里面 有一个规矩 不允许讲话 那到第二天啊 突然间有一道风啊 好大的风吹过来 整个这个禅堂里面啊 整个灯啊 就熄了 灯熄了呢 其中一个 他说 他说话了 他怎么说 灯为什么熄了呢 他本来不可以讲话的嘛 他就吓了一跳 灯熄了 然后第二个人讲 你为什么说话 不是不可以说话的嘛 来了第三个 第三个在那边笑哒哒的 唯有我一个人不说话 所以很多人就看着这个最后的一个 原来不说话 后来全部通通都说话 所以你说修行这么难啊 真的好难的真的耶 原本三天三夜不可以说话的 后来通通犯规了 通通都在说话 达摩祖师在这个时候啊 就拿着一个 在桌子上这样 摸来摸去 后来呢 大家问达摩祖师啊 你在做什么呢 达摩祖师说啊 摩瓦成静啊 很多这些法师很自傲 很傲慢的呢 他就笑达摩祖师 摩瓦 摩瓦岂能够成静呢 达摩祖师就告诉这些法师 告诉什么 既然摩瓦不能成静 那你们坐禅能够成静吗 成佛吗 佛并没有一个 一个 一个形态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 既然我们坐禅 既然这个瓦不能成静 那你坐禅 你能够成佛吗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能成阿弥陀佛吗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 就问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 那我要该怎么成佛呢 下面那个很重要 达摩祖师怎么说呢 以根本来维修 什么叫做根本呢 达摩祖师告诉他 以心为根本啊 所以念佛关键 在你的用心最主要的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中风果施啊 在这个地方啊 这样说的用意呢 就是来告诉我们 你要好好认识你自己 是这样而已 因为我们修行 都是排在这个地 所以中风果施 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修行只是一个帮助我们 回归我们的自信一样 到最后 如果你能够自信全部回复了 所以佛在任远经 告诉我们 什么呢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啊 什么意思呢 菩色正修 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 就是让我们一遍的一遍的提醒我们 你本来就是佛的 你还要修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 最后呢 亲蒙受寂 这句话 很好耶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从远的 一个是从近的 从远来讲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西班级的世界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在念佛 我们已经要发愿了 阿弥陀佛给我们设计的 你要记得 所以这两个字 对我们说什么呢 将来 你什么时候成佛 你什么时候成佛 佛号 你今天念了多少 你在哪个国土修行 你教化的众生多长的时间 你众生度了多少 这个叫做受寂 明白吗 这个是从远来讲 从近来讲是什么呢 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你本来是佛 你还不是受寂吗 你跑不了 你本来就是佛的 所以中文果实在这个地方 一遍的一遍的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你本来就是佛 这个就是你本来的面目 现在只是慢慢的 把它回复过来 把它醒过来而已 所以告诉我们 受寂就是这个意思 亲蒙受寂 所以五量受精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念佛的人 的确已经 受诸佛如来 的受寂 你已经曾经蒙过去 诸佛如来 受什么呢 受菩提寂 这个是佛在 无量寿经为我们讲的 亲蒙受寂 这一句话 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地方 最后呢 有两句 两句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看到 大家应该会很有明白 中文古诗讲什么呢 风月 什么呢 树处千般月 相近迟迟 四色花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六成说法 非常的美妙 四色花 四色花是指莲花 就是七宝池的莲花 我们今天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是靠什么呢 是谁我们的父母 莲花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万法都是永恒的 唯独一个不是永恒的 是哪一个呢 七宝池的莲花 它有圣面 为什么呢 今天如果你念佛念得很用功 真的念佛真的发愿 你那个莲花在这个七宝池里面 会长得好漂亮一个 但是如果你今天懈怠不念佛了 懈怠了 不想念了 不发愿了 你整个莲花在这个七宝池里面 就孤了 没有了 不见了 所以七宝池在西方极乐世界 它这个莲花有生命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看你们 如果今天你们很用功念阿弥陀佛 七宝池的莲花长得好漂亮 今天你不念阿弥陀佛 懈怠了 懒散了 不念了 你整个莲花在西方极乐世界 孤了 因为以后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靠这朵莲花 不是假的 那这句话的内容怎么讲呢 时间到了 没办法讲了 没办法讲了 这个 这个三十七宝的内容 其实讲得非常的美妙 风云树树千半月 相近迟迟事实话 这句话只能留下下个星期 因为最后一天 礼拜天 公修 公修 师父礼拜天会过来 过来学会 来给大家说明这一段 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六成说法 非常的美妙 因为礼拜天是我最后一次 然后27号又回印尼了 在这个地方 今天做这个三十七年 以这个佛期到现在的第三天 我也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给大家洗讲这个三十七年 如果师父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不好的 请你们多多批评 如果以后我们有缘 我们再聚会一起 在这个地方来学习 因为佛法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听法才容易觉悟 觉悟之后 你才能够过得你的人生 是美满的人生 靠的是觉悟 所以今天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年年如意 身体健康 今天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将来能够同生 喜乐过 因为这个世间 说实在的是短促的 是无常的 啥都不带走的 什么都带不走 许远就好 尽心尽力 将来时间到了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 把它锁定了 锁定之后 不要去动摇 好好把这个方向 把这个目标 将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到这个世间来 是承愿再来的 不是随着业力再来的 那我们这一生 也不白来 因为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收获 就是能够得生净土 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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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